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深港点睛 我是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薛元苑,在这里也祝您新年快乐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照例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开盘为止的一个整体的目前情况 可以看到今天大盘在开盘之后呢,上阵指数开盘为3133.79点,是跌幅为0.07%,深层指数为10264.43点,升幅为0.02%,创业版指为1963.02点,跌幅为0.01% 可以看到基本上升跌幅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动,尤其是户指方面呢,在昨天经历了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走高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 那么今天也是维持在了一个高开的局面,到目前来看呢,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稳定走势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跟大家去进行进一步的跟踪 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去谈的呢,是关于2016年整体的一个A股的总体回顾 以及这一年的一些重点事件,对于A股市场本身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首先呢,简单来看一下2016年整体的一个A股市场的运行情况 那么这个从图上可以看出呢,基本上在1月4号开盘之后的当天呢 其实也是创下了全年的一个最高点 那么全年累计来看呢,整体的A股走势是下跌了将近12%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也是说这样的一年也是充满了变数和波动的一年 那么我们就简单来分析一下 那么年底的整个全年的一个首要的事件呢 还是离不开1月4号,我们看到熔断机制的这样一个大事件 那么这个也是开篇的第一大A股市场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了 那熔断事件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从1月1号开始通过的一个熔断机制呢 是在1月4号开始进市实施 那么在首个交易日的时候呢 A股就开启了大暴跌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是看到1月4号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5%的跌停 那么在跌停暂停交易15分钟以后呢 又很快出现了7%的跌停再度跌停 也就完成了当日的一个全日交易 那么同样的情况 类似情况在7号的时候再度出现 而且出现之后我们也发现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在7号是时间更短效应更大 也是在开盘不久之后就导致全天的交易就暂停了 所以说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熔断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定的差距下呢 可以证明是出现了一次试错的一个尝试 所以就此情况 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证券市场上出现的最短的一次政策性的实施 在1月7日晚间深夜的时候呢 就极度被叫停 1月8号开始是停止实施这样的一个熔断制度 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看到户指是4天暴跌了将近13.8%的幅度 同时也造成了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方面的一个恐慌 所以我们看到1月份的整体A股走势是相对比较弱势的 相对比较差的 那么它的一个整体 无论是市场氛围也好 还是政策方面也好呢 给整个一股市场带来的一个损失也是在相对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的一个事件呢 我们也来简单回顾一下 在以其实也是以熔断机制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吧 就导致了2016年2月20号呢 证监会的一个换帅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2月20号呢 也是经过上面的一个领导去批准之后呢 证监会迎来了新主席刘世瑜 那么肖刚时代也是就正式结束了 而刘世瑜上市之后 上位之后呢 他所提出的一个主打的是三大监管 依法监管 从严监管和全面监管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一年以来 他也是在践行这样的一个 一开始的一个所定下的一个理念的格调 那么A股市场上 无论是包括IPO也好 也是包括其他一些 包括后来的险资监管也好 基本上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相对比较 控制金融风险和进行监管加盐的 这样的一个取调 那趋势 那么关于肖刚的35个月时代呢 也就正式画上了句号 那我们其实看到在肖刚所经历的 这样的35个月的一个A股市场中呢 A股市场整体的涨幅也是比较大的 有26% 但是这样的26%是伴随着三大次股灾 同时也有比较大的一系列的一个 股市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所发生的 所以说在这35个月中呢虽然说涨幅比较大 但是同时波动也比较大 给股民的心理冲击造成的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证监会人事调整的背景下呢 我们看到市场对于证券市场 重新有了一个新的预期 所以在2月20号之后的一个走势 也是相对在经历一个暴地 在经历一段时期的调整之后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开始上行 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的一个事件 就要回顾到6月份的一个MSCI事件了 那A股纳入MSCI呢再度受挫 也是可以说是第三次进军MSCI指数受到阻碍了 因为6月15日的时候 MSCI就宣布将会延迟中国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主要是由于额度分配 资本流动限制的一些相关制度的进展 去制约了这样一个进程 所以说呢A股也是第三次受挫 那同时更具戏剧性的效果是呢 MSCI同时纳入了巴基斯坦的指数 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似乎对于A股市场 本应是有一定的一个冷却和一个看淡的情况呢 并没有出现 A股市场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 似乎依旧是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走势 我们也看到6月份之后 A股市场是基本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的 没有出现一个暴跌的情况 那么也有人也曾经戏称说 你MRCI不让我纳入指数呢 那我就做给你看 其实我们A股市场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股民的心理如何呢 在这段时间以内 我们也是看到整体来讲 大盘的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 相对比较明朗和稳定的走势 没有出现出一个恐慌状态 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去回顾的 也就是前段时间 我们也跟大家讲到过很多次的显资举牌事件了 那么显资举牌事件 在今年下半年以来呢是一度达到了高峰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显资举牌的带领之下 很多的一些标优质标的的一些蓝筹股呢 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些涨幅 包括中国建筑 伊利万科还有格力空调等 那么这样的一系列上演的显资争夺战呢 就使得这样一系列蓝筹股所带领的一些A股市场 整体也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走势 那么我们看到从9月份开始 这样的一个显资的一个争夺战愈打愈裂 那A股市场方面呢也是一路走高在蓝筹股的带领之下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整体包括显资 所举牌的一些中小型的公司 也是有了比较大的涨幅 那么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系列是包括一些财务的炒作成分在内的 所以也使得A股市场的一些比较小型的股票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包括煤焰吉祥等股票在内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受到证监会的关注 证监会也是在12月初的时候呢 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门口的野蛮人的训斥 那么在证监会之后我们也看到保险保监会呢 也是联手证监会去进行了一个监管的一个双重出击 那么在证监会跟保监会的一个双重出击的一个带领下 我们看到显资举牌这一块的一个热潮呢 很快就消退下来 不光是消退呢 我们也看到显资举牌的这样多家的一些 包括蓝筹股也在内也好 还是中小型的股票也好 都是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 甚至是百分之二三十的一个回落 那么股市受到这样的一个监管 也是长期处在了一个比较萎靡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呢 也蔓延到债市 我们看到出现了股债双杀双跌这样的一个局面 在12月份就成为了一个A股市场的主旋律 所以其实12月份来看呢 A股市场本身所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进行了暴跌 那么暴跌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萎靡的一个低位震荡的走势 低位调整和整理 那么这样来看呢 就是一个全年走势的一个整体变化了 所以其实总结一下呢 我们其实看到在1月份创下新高之后 在熔断的一个相对带领下 A股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萎靡的状态 那么在证监会进行了2月份的一个换帅之后呢 A股市场重新提振的信息开始往上走 那么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一个调整变动之后 6月份纳入MSCI失败 那么A股市场本身也是进行了一个消息的消化之后 继续维持了一个相对强劲的走势 这样的一个走势在7、8、9月份呢 是在潜资举牌的一个刺激之下 开始出现了一个A股市场的相对复苏混乱的周期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迎来了新一轮的一个上升的浪潮 那么这样的一个浪潮在12月份 终于说到证监会和保监会的一个关于从严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调控之下 再度开始回落 那么回落之后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短期的走势 短期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此呢 我们也是最后跟大家看一下年度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 也其实我是我们本个节目的一个主题了 就是深港通开通了 那么深港通是在12月5日呢 深港通是正式通车了 那么12月16日的时候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也是进行了一个总体的回顾 认为整体的一个运行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那我们也看到深港通到目前为止开通之后呢 基本上是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内呢 也是出现了一些如下的比较显著的特点 那么一方面是他们的一个北热南冷的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交易量的一个额度方面呢 一直是处在一个普遍比较低的水平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深港通的方面 深市这一块是投资领域相对集中 比如说白酒家电都有一些比较固定的领域 而港股这边呢 可能投资的领域就相对比较分散 存在于科技医疗 还有其他一些传媒等多个一些板块 那么也是需要大家去进行一个更大精力的一个追踪 那么看完了A股市场的整体情况以后呢 也最后跟大家简单提一点 就是关于A股市场本身 它所在外围方面所碰到的一些黑天鹅事件 那么今年的黑天鹅事件主要有三 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意大利公投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包括英国脱欧 这个事件呢 是出现的第一次黑天鹅 所以说看到外围市场方面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恐慌性的表现 而A股在当天其实它的一个抗压性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所以说我们又认为 其实外国外围市场对于A股市场本身的一个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么A股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国内本身的一个政策方面的情况和市场氛围市场情绪所导致的一个股民心态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是占主流的 那么这个也跟A股市场本身自身的一个特性和特点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那么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整体对于A股市场2016年的整体走势的一个总结和分析就到此了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会跟大家去更多的去进行2017年A股市场新的一个变动和情况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非常感谢您今天对于我们节目的收看 以上所涉及到的一些个股和板块本人均为持有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